这盘棋讲解是2023年网天一直播间下了这样一盘棋 对手是大内密探008 开局是对兵局转足底炮 那么这是左中炮 那红方上马掩护中路 黑方上马快速出局 红方飞向声东及西 黑方出局以后 红方还是出左边大子 准备贴身开出 黑方马力合口 红方是一行荒卫 那么这儿的话 你不吃我就要看住了 黑方先不吃 这儿红方就上 那接下来黑方掌区 红方贴身开出 对黑方来讲 他需要走一招飞向 把红方逼退 但是实战的话 他走的是平局过来去吃 这个棋啊 被红方冰三斤利用了 虽然说你飞向还是可以利用他 他是想贪心抓死炮啊 但是被人家反客围处了一下 对方还是应该看住马再说啊 红方冲兵 对完之后再推卧行马 这样黑方还是可以下 他直接换的话就亏啊 人家一吃 这吃了下 你不管的话丢一个 那么他选择落回 这样的话 红方任然冲 双方进行转换 你这个时候再去推卧行马的话 就相当憋屈了 到这儿的话 他不退也不行 红方这马就上 黑方关键这个鞠 他的位置太差 长不起来 那这儿的话 他只好去八斤三 勉强看住中足 红方则是掌鞠 黑方他拆炮 不让红方出鞠 红方就上马 那黑方走的招法是飞向 抓着鞠啊 红方进一步牵住 随时可以抢对方的中足 这儿黑方先跳出来 避免红方抛八斤四手的 那红方就出去跟他换一下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就换掉了 双方对完之后啊 那么黑方他是走了一招马 七斤八 这个棋红方也就吃 你要是吃的话 杀一僵了 吃你抛 所以他想多吃你个像 那对方肯定不愿意啊 他选择招法是落回去 红方这个棋走的是马四斤三 就跳进去啊 强行要破响 黑方这个棋 他选择招法是把鞠掉过来 到这儿其实似乎应该走 平炮过来 不断强一点 但是你平炮的话 这个棋也已经不好下了 红方随时这个兵又过河了 底炮又放上了 所以他也很无奈啊 就先把鞠拿出来 避免被封住 红方这一蹬之后呀 如入无人之境呀 这黑方他意思是 把你引进来 再挤住 找机会呢 就飞向啊 抓死马 红方他居武退役 为将来回马做准备 就看你吃不吃吧 那吃已经丢项了 不吃也是那回事了 他决定先退回吧 主要是想守住底线啊 用项去抓对方的马 那红方赶快就回马 金蝉脱鞘 到这儿的话 现在江烈军啊 对方正常需要补视 他没有选择 这个对居的道理啊 因为你对完人家 人多是重 你也是时间问题 所以他这里啊 决定顽强一下 他想纠缠 红方也没有直接吃 而是走一个 泡尔平三 这步棋啊 确实是其言太甚啊 黑方也只能退回啊 顽强苦战 到这儿红方就钻进去啊 得势不了人 那走到这儿的话 现实中可能就有人掀桌子啊 这棋走的也太过分了 黑方的话 马上跟他对一下 那这儿的话 红方也是简单啊 做交换 他是先僵了一局 然后的话换掉 其实也差不多啊 然后红方这个兵过去 他主要把你马引起来啊 再去威胁你 所以呢 步步都是啊 先手 黑方这棋也确实是痛苦啊 他想看还看不住 所以他就平了一步这么去看 那这儿的话 红方啊 还没着急拱 他这儿的话 走出来更狠的招法 就是有一个甩鞠 点江上来跳马 叫杀 持鞠啊 所以黑方这个鞠是 自身难保啊 看这个马呢 更是啊 没有机会啊 他选择先看老将吧 到这儿也是非常顽强啊 红方小兵这时候开始起伏马 黑方呀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啊 这马太别去了 那这儿 红方 马都进武 到这里对方想跑还跑不了啊 看着人家踩你拘 你还不敢动 你一动僵死了 这咋办呢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他是退了一步啊 也算他走得顽强 什么意思呢 就你要踩到他吃掉 你还是没骑 你将军他可以颠炮啊 对方想的挺周到的 那关键是这个棋 你抛一走之后 他拘棋平六一僵 你怎么办 那这时候你现在就有知识了啊 杀是一僵你还进不去 所以到这儿啊 绝杀 无解 你对方只能认输 这盘棋啊 往天一获胜 你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